護席 大家好 News is Ron Octavia 我是 包勃 我是雯 我們今天紹介紹日本地下節日游 帶大家玩桃園機場錢擠運 我們坐了一個小時終於到了桃園高鐵站 但是建議大家如果是要直接來這邊的話 從台北打高鐵會比較快一點 其實這個是不但是你第一次 也是我第一次做機場捷運 來華泰 我之前來華泰基本上都會開車 你有來過OK 有來過兩三次吧 OK 你有看到後面有人在拍照嗎 有 這個就是華泰他不定期都會更換一個有趣的主題 還不錯耶這個真的蠻適合instagram照片的 我們現在來了第一站我們要做啥 加班啊 好 現在這邊禮拜五人還蠻多的 就是現在大概50%都有坐滿吧 剛才樓下逛街的人也都蠻多的 不知道是因為交通方便 還是就禮拜五大家就親一天假來逛街 好來吃吃看他的這個 炒辣 嗯 你在東京也逛過蠻多outlet 對還蠻多的 那你覺得這個大小啊或品牌怎麼樣 我覺得他品牌真的還蠻多 因為日本還蠻多outlet 那種紙巾的日式比較平價的那種品牌 嗯 但像這款剛剛看到的 Gucci啊 Prada啊 然後Taz啊 然後Chloe啊 這些品牌都有 所以應該是可以吸引蠻多人 在這邊就真的蠻多棒的 然後真的可以設掉了 那outlet旁邊啊 有水族館 有飯店然後有電影院 這是我睽違了快三年吧 嗯 第一次重回機場航廈站 說真的我出國這麼多次 根本不知道這裡有這個東西 西螢機場這邊還蠻酷的 我竟然有兩個觀景台,一個南一個北 然後我們現在來到的是北觀景台 我們雖然沒有出國,但是已經逛完了機場了 我們現在要去一個很酷的地方 叫中港大海 在公園裡面竟然可以看到這個像百戰百勝的小魚 有奇怪的,會搖搖晃晃 這讓我蠻意外的是它裡面有非常多的魚 是真的,真的很多,到處都是魚 說出來的話,這邊真的是個超級大的Big Surprise 就是我沒有料到以前就有提過中港大海這邊整治的很漂亮 但是今天親自來到這邊的時候 就發現這邊這個地方能夠走的路非常多 然後魚有多,然後又有很多的綠色的植物啊 可以看到大家這邊跑步散步,如果住這邊的話 我每天就來這邊散步,變成真的不錯 那我們應該是走到中港大海的底了 那我們剛剛這樣一路走過來,大概花多久時間呢? 差不多30分鐘吧 我覺得如果你只是來這附近,然後這樣走一圈的話 我覺得很舒服 那我們行程也快來到尾聲了 接下來來到的是三重的鮮色宮 我們在這兒子園裡 坐在這裡 好看 我們在哪兒子圈子,報紙類 我們在山上看 那嗎 我們來一起去看 我們現在的馬鞋子 就是這個馬鞋子 我先去看 那一段落的東西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聊天 我們聊天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